我們噴火是為了讓那個胡椒更強 炸鍋再烤 因為它速度會比較快 Lita的燒烤 工作的時間 5點開始營業 然後到晚上的3點 待會清晨的時候還要去買菜 目前就只有體驗一天而已 就一定有點讓我覺得吃不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ta 我是Mai 今天呢 我們又要來拍 帶你從菜鳥座 第二集呢 我們來到了燒烤店 沒錯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 要把這些燒烤店給吃垮 不是啦 我們是要去打工 那我們今天呢 是要來做 給大家看一下 燒烤店 平常 到底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月收入大概多少 那我們現在呢 話不多說 趕快去找老闆報到吧 GO 這位呢 是這一間 火房燒烤的老闆 大家好 我是修緣 我們這間火房燒烤已經開了一年多的時間了這樣 老闆大概幾歲了 我現在快30歲了 蛤 看起來很年輕耶 沒有啦 那老闆你是有什麼樣的 因緣機會想開這間火房燒烤 因為我就是平常喜歡烤肉 有時候就是上午好友的時候 我們會聚在一起烤肉 就有這個想法說 那我開一間店 大家可以來我們這邊吃烤肉 然後喝酒聊天 想問一下老闆我們今天要學什麼東西 今天我們就帶你們學出餐 其實呢 吉塔他本身有在烤掛包 喔真的嗎 所以他對烤台他很熟悉 我們家其實是開掛包給烤肉掛包 所以說我對烤肉還是有一點點熟悉的 我們今天就看看能學多少就學多少 那再麻煩修緣帶我們開始吃坐 OK 我適合嗎 OK啦可以啦 我們的檯面就是這裡 這上面有我們的香腸 蜂腸 豆干 黑輪 點不辣 欸等一下 烤飾 這是什麼 點不辣 點不辣嗎 不是 黑輪 黑輪 你要不要重新 重新來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個 百葉豆腐啊 那那一個咧 這個嗎 雞皮 對 這個上面有什麼菜大問題 這是他都會吃啦 那代代你有沒有什麼想要吃的東西呢 我要一個百葉豆腐 青魚好像不錯 青魚嗎 好啊 待會要給尼塔難烤一點的 我要一個烤青椒 蔬菜類我覺得是都還蠻簡單的 喔是喔 我是覺得是米腸啦 米腸是時間要比較長這樣 要把它烤到很軟 一個米腸跟一個甜不辣 好OK沒問題 尼塔我們現在來教你怎麼做 我們現在大過再烤這樣 時間長的我們會先下這樣 好 那青魚我們下去 那就是按計時器三分鐘 時間久的我們會先丟這樣 喔這先要先 對 炸過 炸過 讓它先有一個熟度 對 那我們蔬菜基本上就是過個油而已 基本上百葉豆腐有浮起來 我們就會 就可以起來了 那我們雞皮就是要炸到它 有酥脆 有一個酥脆度 那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夾子去測試一下 你看這樣捏下去還是很軟 這樣就還是還不夠這樣 那甜不辣我們會把它炸稍微炸碰碰的這樣 那米長基本上就是會炸比較久的時間 裡面的米才不會硬硬的這樣 嗯 哇 雞皮越來越酥了 先炸過再烤 因為第一個 因為它速度會比較快 如果是傳統的那種直接用火 把食材烤到熟的話 你如果都點肉串類的話 基本上 時間都要很長啊 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鐘起跳 我們的SOP就是 15分鐘讓客人拿到餐點 製作餐點不管 無論如何就是我們要把好的那一面呈現給客人這樣 不管是做燒烤也好 做吃的也好 就是一個宗旨啦 我覺得 炸完之後現在要拿上來 好台 對 我們的米長會先過來 我基本上都要把它切開啦 切開這樣 老闆的手那麼離一口爐那麼勁都不會燙 還好還可以 就是習慣了 已經練就鐵砂掌的功力了 然後你們都會撒 芝麻 然後再撒我們的胡椒粉 我們噴火是為了讓胡椒的香味更強 我們來試吃一下老闆烤的 聽老闆說糯米長是他認為最難烤的 因為他需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好 吃看看 喔 超軟糯 果然用炭火烤的就是不一樣 很香耶 然後雞皮 很厲害耶 現在它中間才會有一點點汁水 之前其實我們之前有拍台中 中尚夜市的那一集我們有來吃過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回去看一下 等一下 要換我們去烤了 沒錯 欸 怎麼還在吃? 工作了 工作了 快點 吃菜 好啦 快點啦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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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我來幫你拿 你要這個對不對 豆干啊 這個是黑輪 肉串 牛肉串 牛肉串 那我們就開烤囉 好 來吧 先尬 好 最後 去哪裡啊 豆干先想 豆干跟黑輪 豆干 喔 因為這個要比較久的 對 我們丟的時候要把碗碗裡面丟 喔 放那邊 好 可以啊 蘇菜差不多要起來了 啊 欸 尼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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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喔 那個已經爆爆爆很大力了喔 要起來 好好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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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輪也好了 對 然後現在要準備來開始烤囉 雙面都塗對不對 每一面都要塗到 對 所有雙面都塗 下面也要塗到 塗它做得很好 它還會塗到那個點豆干 我是不是很細心 你是有經驗的 會不會撒太多 不會 不能太久喔 因為它會超微大 我們的豆干 黑輪 應該有來烤一下吧 你搞不好烤得很爛耶 對不對 換你過來 我廚藝天分是零喔 你過來 你過來 這個四季豆應該是好烤了吧 是 那兩個都很好 我放旁邊一點 現在要先做的是撒胡椒 對 對 先刷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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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玩喔 我在玩 你不要在那邊玩食物好不好 哇 食雞豆很難刷耶 刷完醬之後要撒胡椒 這樣會不會給它太鹹啊 可以喔 完成 帶帶泥塔的燒烤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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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老闆 這請你吃的 好 我們的驗收時間 老闆幫我們試吃一下 好 那先試吃豆干好了 過以外觀來說的話 妮塔烤得比較好 唉唷 那我先試吃看看 好 妮塔的那個胡椒粉可以再稍微再多一點 味道太淡 我吃一個看看 烤得比較好吃 但是豆味還是很重 對 稍微再重一點的話 對 對 味道會很棒 對 真的很棒 但口感上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換牛肉串 帶帶的 你看牛肉串應該是還好啦 牛肉串很難擂吧 但是它的熟成度非常剛剛好 其實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有先炸貨 所以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是很快速的 然後我想要訪問一下就是說 老闆你之前是做什麼工作 怎麼會有讓你的契機 想要改行做這個燒烤類 之前做過很多工作啦 工程類也有 服務業也有 曾經有一度很想要當主席 但是沒有往那賣方面去走 單純就是喜歡做菜啦 那你的薪水大概落在什麼區間 店長的薪水就是 3萬5之後 然後他會再加幾 依你的店長的能力以上去賺這樣子 對 大概4萬多 4萬多 那工作的時間呢 大概都從幾點到幾點 我們一般是5點開始營業 然後到晚上的3點 3點是包含買菜嗎 沒有 不包含買菜 哇 那很久耶 超久耶 待會清晨的時候還要去買菜 那通常買菜的時間都是什麼時候 買菜的時間就是早上4點 這是一個你絕對不會起床的時間 沒錯 店長那我們就4點的時候再見 我們要去買菜 對 沒錯沒錯 海蕎現在已經多少 我們現在是不是不知所措 呵呵呵 最基本的就是買吃雞狗 然後買青椒 買柴椒 再買檸檬 對 然後今天柴椒不會買 店長說柴椒今天太醜了 然後又不會 嗯嗯嗯 剛好玩說這邊的菜很新鮮 它如果新鮮的話摸它的溫度就知道了 我剛剛摸它的溫度是溫溫的 因為他們是剛送過來 剛才說剛送過來 買完菜先放上車 接下來要買什麼 杏鮑菇 杏鮑菇 然後再來買薑 要看車要看車 嗨 我都上了一圈 對啊 我老闆現在天就目擊正人 然後在市場裡面然後廣話 現在買完杏鮑菇要去買薑 沒錯 現在天都還沒有亮 對啊 對很辛苦很辛苦 這邊工作市場工作也很辛苦 對 都是日夜顛倒的 嗯 我們目前就只有體驗一天而已 對 就已經有點讓我覺得吃不消了 哇操 這好沉耶 我們現在來這裡是哪裡 這邊是有點像加工食品的 那種食品的批發商 兩大袋 就是有一些豆干啊 甜不辣 重訓啊 差不多跟你一樣重耶 兩袋加兩袋都跟你一樣重耶 哎呀 好 那我們這次謝謝店長 讓我們體驗這個燒烤的公主汁 那麼早要跑出來買菜真的很辛苦 那你覺得我們這樣子 沾醬油這樣你覺得我們打幾分耶 我們打85分 對啦 OK 有很大的幸福空間啦 好 謝謝店長 謝謝 今天呢是我們已經回台北的日子 沒錯 我們來做一下這次 我們反夜一日燒烤店員的總結 我覺得燒烤店員他們的工作環境是比較辛苦的 工作的當下你要烤東西嘛 所以你一定比較熱是一定的 然後你白天的時候你要去備料買菜我覺得蠻辛苦的 欸不是白天喔是清晨 對清晨 那我覺得說各行各業都他自己的辛苦啊 啊如果說還有想看我們挑戰什麼其他的職業道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講 沒錯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話歡迎點讚訂閱和分享 好 最後我們的IG跟Fix 我們到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